亚安传出严重灾情 估计超过150万受灾人口 灾民的临时避难住所成了燃眉之急 而根据天气预报 接下来三天亚安多雨 还要面对可能发生的余震 土石崩塌 都可能让救援工作更加困难 地震发生后 山区道路摊坊 大石滚下造成许多房屋倒塌 孩子们被突如其来的地震吓得大哭 灾情不断传出 强烈的地震造成医院设施 遭到严重破坏 灾民们只好用雨伞或者床单 为受伤者遮挡太阳 作为临时的救治诊所 一名妇女的女儿被救出 她的丈夫在抢救女儿时 也被屋顶落下的瓦砾砸伤 由于部分道路在地震中损毁 救援物资不予到达灾区 虽然当地政府从山上新接了水源 但水质严重混浊 而许多地方停电 道路不通也使得抢修也遇到困难 官方媒体称 已经从废墟中救出了32人 不过亚安未来三天将下雨 将可能延缓救灾行动 另外根据当局的地质灾害气象警报 亚安市中北部 甘孜州东南部 庐山县 保新县等地区 将可能发生崩塌土石流 民众需小心警戒 新唐亚太电视张凡综合报导